整條馬路望過去 可以看見柏油路上充滿裂痕 機車行進時必須小心翼翼的騎過 避免馬路上的軍裂 造成機車不穩 下雨天時更容易有滑倒的意外 這是在雾峰區明深路 往同寧方向的道路 可以明顯看出道路使用年限已久 往同寧里的方向的時候 它的路況變得非常的差 然後由來已久了 我們認為站在市民的立場 最重要的是路要平 不要讓路發生任何的坑坑洞洞 讓民眾使用上發生任何的危險性 所以我們今天強烈要求市政府 在連底之前要把民深路 一直到同寧橋這一段 先把它刨封 黎璋表示 民深路往朝陽大學方向的柏油路 有重新翻修過 但往同寧方向的道路 卻已經使用了十幾年都未翻修 道路中間還有三四年前 自在水公司施工時留下的修補痕 整體路況非常不好 地方希望能將道路重新翻修 讓用路了騎車時 可以不用再膽戰心驚 那邊我們加遠跨到 我們紫陽這個紫陽路超多 都很平坦的 這塊不是沒人去的 這塊是很久的 這塊是很平坦的 因為這裡出境的人 代理太平民都在這裡來 這就是我們紫陽的 在那邊站起來要載小孩 紫陽高雄都騎七條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城市 都很平坦來跟同寧 民深路是往來同寧 霧峰與太平的主要道路 常有許多車輛經過 大行車經過時 更加速道路的損壞 在地方的反應下 建設局第四公路大隊 也來到現場會堪 希望能爭取預算 在今年年底開始動工 重新拋修國油路面 記者陳昭安 台中採訪報導 我在香港 另一個位程中採訪報導 在香港 政務中採訪報導